男人将身体改造成了人形兵器 只要按下拇指内隐藏的开关 关节就会瞬间弹出锋利的刀刃 顷刻间就能取下对手的性命 不仅如此 为了能够成为地表最强的男人 朵尔甚至在心脏的位置安装了炸弹 朵尔的实力让家朗将军震惊不已 可就在这时 断水流大师兄搞昂生找到了朵尔 大师兄也不废话 上来直接一脚踢中了朵尔的要害 这一脚的威力 属实把朵尔熏得够强 眼看着传说中的死囚犯也没什么实力 大师兄放下了冒着白气的臭脚 起身后的朵尔微微一笑 此刻两人的对决才算真正的开始 朵尔来到大师兄的面前 随后手指轻轻抿曲 隐藏在关节内的利刃瞬间启动 但大师兄的反应速度极快 这迅猛的一击仅仅是切断了他的头发 接连的重击让朵尔痛苦不已 倒在地上不停地打滚 可大师兄的攻击并未停止 一记手刀直插朵尔咽后 可就在大师兄以为战斗就这样无聊的结束时 殊不知自己已经进入到朵尔的攻击范围 紧紧一击 就将大师兄的下巴打断 但很快大师兄就将断掉的下巴掰了回去 朵尔健壮也启动了隐藏在全身关节里的利刃 看着全副武装的朵尔 大师兄也不由得开始紧张起来 只要朵尔敢靠近自己 大师兄就有把握一击必杀 就在朵尔抬手的瞬间 大师兄出手了 大师兄做梦也没想到 朵尔竟然在身体里安放了炸弹 虽然大师兄的整张脸都被炸了 但是在任牙这部动漫里 只要头没掉就是小伤 而另一边 任牙和烧江正在合并约会 经历过上次的绑架事件 让烧江整个人都忧心忡忡 可就在两人谈心时 花山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花山质问任牙 究竟是想要烧江还是随便任何一个女 看着任牙装傻充愣 花山表示如果想要女人的话 那就好说了 只要你敢要我能给你找来一卡车 听到这话的任牙实在忍不了了 对着花山就是一拳 可结果却被一脚踢进了河里 就在这时烧江终于坐不住了 他一脚踢在花山的大腿上 眼看着女友疯狂的在作死的边缘试探 任牙上前一把拉住了烧江 果然生气的女人比老虎还可怕 看似花山被狮子轻轻砸了一下 实则她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 切开条 坝ил